大家好我是胡福吉社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是KO版的MPM08 早在官方的正式版本发售之前的话 其实就已经有相关的情报流出 所以这一款的速度说很快 其实OK吧 好吧 我装着很吃劲可以吗 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 它就是会这么快就出现了 那么有人质疑说 它是不是所谓的厂货重突 就是说拿产线打掉的瑕疵品 精涂之后去做一个贩售 这个我可以跟你说不可能的 因为它有做一些改变 在机体中的下 有两处的一个地方 可以让我们很明确的 去否定掉它是所谓的厂货精涂版 它的一个合金部件 在原本HESPO版本的一个合金部件 是在这个部分 还有这个脚底的这块部分 但是这一款的金属部件 是在这个手掌的这一块部件 还有它这个人形状态下的膝盖的 一个这一块的部件 那这个部分的改动的话 足以证明它不可能是按照这个官图的 这个所谓的厂货流出 不太可能 因为呢 HESPO的话 它们生产的话 是基本上只有一种规格 不会说金属部件 两种配置的规格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呢 它货真价实的 就是一款KO版本 那至于它是图纸外流了 还是怎么样 有的没有的呢 这个呢 我就不知道了 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那么呢 这一款的话呢 我收到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是小惊喜 还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 你有看到这一条部件 这个 流星垂的这个连接部件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收到的时候 这个给我两条 我不知道它是 我不知道是大家都拿到两条 还是只有我拿到两条 然后我就 很高兴的呢 把这两条的装上去 发现两边居然对称了 然后就 嘿 好像还可以的吧 这个 OK 我先说啊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是收到两条 不是很清楚了 那它的一个 跟原本的一个模具呢 有一些的 不同啊 首先呢 这个金属部件的一个配置不同 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再来是它的一个 金属涂装 当然这个一目了然就看得出来 再来是它本身的一个配色的分色的部分呢 也是不一样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啊 像这一块部件啊 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塑胶的原色 那它这里是上了一个金色的涂装 那已经这里有一个金色的 勾边 这边是没有啊 所以就是说呢 它除了本身金属化的涂装之外 它的一个基本的分色 配色也是不同的 再来是它的一个胸口的原本的这个透明的部件 在这一款的版本呢 直接的呢 我们是给它就直接的是变成一个铁灰色的一个部件 那还有一点呢 改变比较大的就是它原本的这些软胶的部件 非常软的这个部件呢 到了这一款KO版本的话呢 则是变成了一个硬塑胶 就是不是软胶件了 所以它的一个变化呢 还是有的啊 再次的说明它并非是所谓的一个产货金属版本 那玩具的一体性啊什么的 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 基本上能扣的地方呢 都扣的相当的可以 那我们就拉近镜头了 从这个最前面的鼻腱呢 开始跟各位做一个近距离的展示啊 可能大家会比较关心一个密合度的问题 这个是我能够压到最密合 这个已经是近乎是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密合度了啊 没有任何的缝隙可言了 如果你变形到位的话 那么这一款的话 这个部件变成了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部件 这个声音是不一样的 再来的话呢 它的一些卡扣呢 给各位看一下啊 首先的话呢 这个翻到底盘给各位看一下 这些该扣的地方呢 基本上都能够扣的上去 这个地方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因为它是变成是比较硬的一个角 所以扣起来的一个扎实的程度呢 会再好一点点 那底盘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扣上啊 这里刚不小心蹭掉 底盘 然后这个提过了 我这里是有两条的一个部件 嗯哼 那我就因为两侧的话就可以对称 我就干脆把它给扣上去 然后机翼的这些地方 你稍微去调整一下 基本上都是可以扣得到的 所以在卡扣的部分呢 除了上面这一带啊 我还是没有办法把它这里 我有一个地方还是没有办法压到压到底 这个是正版的时候 我就压不到底 其他的卡扣呢 基本上都能够扣得到 那么所谓的一个变形 会不会刮漆啊 有人说呢 因为这个变形容易刮漆 所以官方的版本就直接不给你涂装 这种说法也是可以啊 那么这一款我个人觉得吧 真正会刮漆的部分呢 可以说是极少 也原本的一个模具容易刮到的地方呢 在这一款身上呢 我变了几次 基本上是没有那种问题 它的这个涂装呢 并不是单纯的上一层基础的一个配色 它好像要再多一层的一个保护器 在上面 所以它是属于不是哑光 是属于一个金属光泽的感觉 那整体来说 这个配色呢 我个人是觉得很漂亮 很满意的一个配色 那它的话我当时在看这个照片的时候呢 我在想会不会跟梦工厂的这一款 这个有点像 其实发现不一样 两者的话处理的光泽不同 它会比较偏有一点香槟营 这个是比较偏铁灰 那两者就是摆在一起的话 我只能说还真的是赏心悦目 至少我是觉得这个突然觉得 这个Megasol这种金属配色是非常棒的 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KL版的变形过程 那一些速度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用大家最喜欢的1.3倍鬼畜的生命 那做一个分享 在变形这一款呢 为了方便在镜头前面做展示 我们就先把这个 占地面积最大的这个翅膀的部分 先做一个变形 那在变形把握的时候呢 这个翅膀的这个地方这样折过去 再往下折的这块部件 稍微有一点点的偏紧 第一次掰的时候呢 感觉是稍微有一点恐怖 所以在变这里的时候呢 大家还是小心一点点 那么这块部件这里呢 一样把它给松开 松开之后呢 这个部件就可以把它给分开了啊 然后呢 把整个翅膀这个往下折 这个部分呢 往上面翻上去 这个地方呢 再往下折一点点 暂时就把它这个翅膀 这样整个折起来的一个感觉啊 这里的变形呢 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部件收下去 然后翅膀跟这个 这个地方这个卡扣呢 把它给松开来 然后这里往上翻 然后再往下折 这折这一下稍微紧一点啊 如果你愿意上你戏 有可能会好很多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款虽然紧 但是还不至于到一个 OK吧 这个还只是 就是大学毕业的程度吧 还算可以啊 还算可以 这个地方把它给松开 这个部件呢 把它给裂解开来 然后呢 往上面翻折上去 这这块部件也往下折 这个变形的部分呢 应该是 大家应该是都还蛮熟悉的啊 那基本上变形的手感呢 肯定跟之前的一个 感觉会不太一样 因为它本身呢 已经没有所谓的一个软胶部件啊 全部都是变成是一个硬的一个塑胶啊 这个部分 锁起来啊 整个感觉好像也是另外一个 攒具的一个感觉啊 用力过猛啊 这块是一个球形关节啊 把它给打下来 那整个腿的话呢 就先把它都给拉住 拉住到后面这里 这里也是一样 整个的都给拉出来 然后这块部件往前面推上去 那推上去的时候 这里是有一个结合的卡扣的啊 记得把它给扣上去 这里把它对准一下 稍微的去面击一下 给扣上去啊 然后另外这一次呢 这里有一个卡扣 可以把它给压进去 然后脚掌的话呢 是整个给打开 那这个脚掌这里呢 已经变成是一个普通的塑胶线啊 而不是原本那个技术对面了 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 是直接往下面搓这里 卡扣的 把他给扣进去 这个地方从侧边压一下 两条腿的话呢 就算是完成了啊 再来的话 我们接着进行一个前半步啊 首先那两只手臂的话呢 好了 往两侧给拉出去 再来的话呢 这块部件呢 直接往下面先翻下来 翻下来的时候呢 这块部件啊 它是有一个结合卡扣的 这里的话呢 扣它扣得比较紧 所以就卡在上面 这个呢也是很正常的啊 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啊 各位就不要太在意了啊 OK这边 那这块部件 把它给压回去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两只手臂呢 从内侧往两侧 将它给翻出去 把这个空间呢 给腾出来 接下来就是要进行 这个前方的这一块部件的 一个收纳到 这个空间的一个过程 那这里的话 就有两侧呢 把它给掰开 从后面掰 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 那掰开的时候就这样子 掰开之后的话呢 这些部件呢 就顺着这个地方折进去就可以了 基本上顺势折进去就行 OK这样子 然后呢 这块部件 这块部件 它这里是有一个 可以往下面搓下来的一个机制 把它搓下来 然后呢 往侧边 推出去 再往内折 变成这样子 另外一侧的一个折法呢 也是完全一样 我们先把它这个头盔给带好好了 它这个头盔的翻折呢 我手上这一款往上翻了 稍微有点偏紧啊 但是也不至于到必须上洗油的一个阶段 所以还算是一个 OK 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松紧度 那这个地方呢 往两侧 这样子 两侧分开 变成这样子 就是有点收成这个感觉 然后就是把它插到这个空间里头去 那插进去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角度各位看一下啊 它这个两个这个尖 在这个两侧的这个 长的这个柱子发进去的时候 其实没有很固定的一个扣法了 只要能够放进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上半身的变形的话 稍微调整一下机会了 基本上呢 也就是把这里这个 有一个凸跟凹 对应这里就是有一个凸跟凹 把它扣进去 以及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块的凸 它就是要凸跟凹的一个结合 在这边把它给做一个结合 那我个人的习惯扣法 是会先扣上面这个地方 先把这块部件的往上面抬 然后呢 从这里上下这个地方的咬合呢 先把它给这样给咬合进去之后呢 再来扣另外一侧啊 可能是先扣这边也可以 先用一点点塑胶韧性 把它给滑进去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滑进去之后 这里上下这里 整个的呢 把它做一个往上面推进去 稍微顺势 这样往上顶就可以了 往上顶 OK 这样子整个都扣进去了 那最后的话 就是把这个地方呢 有时候会顺便卡进去 有时候没有就稍微往上面顶一下 那就是中间这里 两侧还有这个侧腹 这个地方全部都扣上的话呢 基本上呢 它的变形已经差不多 那快要完成了 最后就是剩下手臂跟背包啊 背包的话呢 这两侧就往中间这里呢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靠紧 然后这块部件 这里有两个洞 对应边这里有两个凸 我们往上面扣 那这两片翅膀先往外面折一些些 如此这一般 把它给扣上去 对准一下 调整一下 一压呢 基本上就可以扣的还蛮算紧实的了 那最后就是两只手臂的一个变形啊 其实呢 我个人觉得它这个手摆这样的 好像也已经是挺好看 不过这个还是要把它变形到位啊 这个金属部件往上推了呀 完全没有任何难度啊 这一块呢 已经不是一个软胶部件 往上扣啊 这块部件要记得把它给收进去啊 到这边 OK 嗯哼 应该是有变到啊 然后呢 这个手的话我讲一下 我我初拿到的时候呢 这两只手呢 是错键的 就是左手中到右手 右手中到左手啊 因为它这个本身是各位记得吧 这是可以拿下来的 它一开始好像给我两侧手是装反 应该说我确定它是装反 因为装反的情况下呢 这个这个凸呢 这里有个凸跟里面这个洞会没有办法抠到一起 那我两手互换之后呢 就已经好了啊 所以呢 也不算是什么 也不算什么瑕疵了啊 那么这一款的一个KO版 所谓的一个金屠版本的一个变形过程呢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人形方面的对比呢 差异度可以说是更加的巨大 这个原本是银白色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已经几乎可以用白色来做一个形容了 两者最明显的差别 除了金属的配色不同之外 原本的一些分色来讲 还是一样刚提过的啊 一些原本没有分色的地方 在这个部分呢 多了一些新的点缀 那胸口的这个红色的这个透明件的话呢 做了一个取消啊 这个原本可以打开的这个火种源的这个部分啊 这里直接 那这个火种源的话呢 原本有的 在这款版本呢 也是没有进行一个省略啊 我们呢也把它给打开给各位看一下啊 但是呢 这个感觉是比较像是一个金属生物的一个感觉啊 内部的话呢 有一些细节刻画 以及这个图中来讲的话呢 是有分一点点 外面是比较有银灰 里头是比较有铁灰色的一个配置 那其实上了涂装之后呢 你跟这个原本红色一大块透明件相比 你可以发现 它原本就是有做很多的细节 然后这个Ospark呢 这里也是有类似一个能源向外释放的那种感觉啊 所以这个 这个涂装分色来讲的话 我个人就觉得有点梗了 有点梗 那不管怎么样说呢 这个这个KO版呢 我认为了至少还是多了一个选择给我们啊 那再来就觉得变化比较大的 这个头雕啊 这个分色来讲的话 跟配色来讲的话 可能比原本的这个08的配色 我认为来讲的话呢 是会在好看的非常的多 以头雕的这个分色来说啊 OK 这个感觉金属配色好像是比较正常 自然一点点 那在关节的一个部分的话呢 我必须要说啊 这款的紧实度呢 比08还要来得好 但是我个人认为 它是有原因的啊 就是这个金属箭头 一个配置啊 原本 HESPO版本是在正中间 而且非常大 很重 还有这个脚底啊 我要提一下 这两款玩具啊 难得有所谓的KO版呢 比较轻啊 我两者拿起来的话呢 我觉得 08比较重啊 它的金属块比较大 那就是 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它这个金属不一定是在身体的正中央 所以它这个全身的关节 必须去承受就懂吧 它就是正中央一个大铁块 它一样去摇晃 它是中心那个最重的那块部位去这样晃 但这一款呢 因为它的一个重点的话 就摆到重心点 就摆到这个两手小臂 以及这个膝盖的位置 所以它这个身体的中心点呢 反而重量的减轻啊 所以它这个玩具的这个稳定度来讲的话呢 这一款呢 反而是比较好 它这个手脚负担呢 会比这一款要来得轻啊 其他就是这个硬的这个部件啊 这个原本是软胶部件 这些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教我身上 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比较硬的塑胶了 那其他各个部分来看的话呢 给各位做点近距离的展示吧 那至于所谓的变形刮漆 可能这个部分卡扣扣下的时候 可能这个地方比较去蹭到 其他的地方呢 基本来讲问题都不大 然后这个头的话呢 就是最大的改善 就是这个头呢 不容易掉 但是并非有打装还是没有 它依然是没有打装的 你用力去扯 还是可以把它扯下来 我扯过啊 它还是一个C型扣 只是因为这个部分 这个胶可能用的比较硬 扎实了一点 那嘴巴一样是可以张开 那基本上因为头部的关系呢 它这个眼睛呢 你看啊 两个是血红色的一个眼珠在里头 OK这个头掉 我是真的觉得是很帅啊 这个头上侧面看 对不对 但是这个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松了 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地方松啊 就这个地方是没有打毛 你就容易掉头了这个C型扣 它这个松其实就是同一个地方 只是它不容易掉 但是偏松了一点啊 还是偏松了一点 只是不会掉而已 那整个胸型这里啊 很漂亮的一个 OK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涂装因为红色透明件不见之后啊 你反而看得更清楚 它的一些金属的一个细节的部分 那这个 说真的这个关节部分 可能腰稍微松一点 其他的话呢 这个都很紧实 这个 我刚都没有讲话 这个并没有说齿纹的声音被盖过 盖过我的声音会怎么样 再来就是它的其他这些啊配件 像这个大枪啊 这个平常可以收起来这个大枪 它上面的话都有一些金属 或者应该讲能源蓝的一个涂装的上面 那收进去啊 什么样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基本上摆放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火器的话这个地方就拔下来之后 这个地方是可以做一个推移的 如果你推这样子稍微扣一下 这个就是有一个单手大炮的一个一个姿态 这个呢在电影里头呢 是用单手的一个大炮呢 就轻松的呢 把JES呢给轰飞了出去 那如果你要让它呈现一个两手石 那不得应该说两手呢 组合成一个大炮的话 当然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我这边 把它给稍微调整一下 扣进去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两手合并之后呢 再把这个部件呢 给翻出来就有一个在电影第一集里头呢 帅到乍天的一个轻松的呢 将Atmos Quine呢 给轰飞出去的一个帅气的一个画面啊 OK 那其他来讲的话 就是整个配件啊 就是都有 然后呢 我的话是莫名其妙 这个流星锤的这个链子呢 我是有链子 我只有两条了 我就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了啊 那么这个就就就就就这个样子吧 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推出的速度实在是太 太太给力太太生猛了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进到这边咯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笑这么暧昧你还不懂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